新车评顿错 客怒 退车啦 欢迎收看一青天2.0 我是金鲁蛇 蛇蛇 我是林小小 王先生来投诉说 他买的近200万的Volvo新车 不到一年就发现代数时 转速忽高忽低 甚至发生至少四次以上的爆充问题 啊他家人都被吓到根本不敢坐那台车啊 云场秀了一年多 连那变速箱都换了耶 问题是中美姐姐啊 Volvo汽车也有话要说 他们回应过程中没有检测出有故障 事后也为了服务顾客 提供了免费更换变速箱 也愿意以高于市价的二手车架买回该车 但王先生认为他历经这么多的危险 还耗费时间精力来处理 Volvo理应原价买回 然后鞋头就过局了 辽房权律师认为法律上要认定汽车有制造瑕疵 且危及生命安全需要严谨的证据 以实务上来说确实有认定的困难 若经法院认定有危害安全的瑕疵 合理的求偿可以这样提出 第一就是既为瑕疵汽车即可主张业者应就该车减少价金 第二是法律上确实会考量车辆折旧的部分 但可主张应扣除维修日数再算折旧 第三就是因车架初期的折旧较多 若经以两年的二手车架来折旧 对车主较不利 可主张汽车应以合理的遇使用年限来摊提折旧 以五年才要换车 就以五年二手车架来均分该车的折旧 最后要提醒民众最终的赔偿人需 透过法院认定才有效 但提出合理的求偿通常也比较容易被认可 最后要提出的 最后要提出的